新聞開始時期 先帶你來關心就是民進黨不分區立委名單 戲劇性的變化 昨天在黨主席卓隆泰與黨內各派系代表 轉往總統官邸 進行五小時馬拉松寺協調之後 民進黨中職會確定通過下屆不分區立委名單 原定安全名單內排名第一的原住民族代表洪堅廷會 確定被排除在安全名單外 而第一名改為現任不分區立委吳玉琴 民進黨昨天晚上公布不分區立委名單 原定在安全名單內的原住民族代表洪堅廷會確定出局 而原民代表則由臺灣原住民族部落行動聯盟秘書長偶密偉浪出任 排名第十五順位 而國民黨不分區名單一公佈之後 也立刻迎來各界的批評 甚至由黨內爭取山地原住民立委 提名失利的屏東馬甲鄉長 梁明輝表示名單不符合原住民族社會期待 揚言要退黨 而國民黨今天下午將臨時召開 在中常會外傳安全名單中的邱毅 有可能出局無敦意 不排除退出不分區名單 而名單是否會再次大洗牌 有待後續關注 而另外就是親民黨團表示不分區名單尚未定案 而原定今天上午要公布不分區立委名單的民眾黨 也在昨天深夜宣布記者會臨時取消 則其在對外公布 則其在對外公佈 會由本人anz帶來自柏公佈 有期限的獲物 並不是在座標 如果聚會 谢谢大家